好,大家好,我是詹勒斯干的销售经理,我是李丹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扫描二维 条马扫描器是如何跟安卓智能手机连接的 我们的云扫描二维条马扫描器呢,拥有两个型号 一个是SPP型号,一个是HID型号 那我们的SPP型号可以兼容所有的安卓手机 那使用SPP型号呢,需要在我们的这个智能手机里 需要安装一个蓝牙输入法 这个蓝牙输入法,您可以到公司的我们公司的网站进行下载 好,我这边,您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这个蓝牙输法已经安装好 我点击进去 点击进去之后,您可以发现一共有五个步骤 那我们按照这五个步骤呢,就可以将我们的GS-M500 SPP这个协议的这个蓝牙条马扫描器 可以很方便的连接进去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在连接之前 我们需要把蓝牙条马扫描器进入到一个蓝牙配对的模式 那如何进入配对模式 我们只需要扫描一下我们快速说明指南的一个配对条码就可以了 在扫完这个条码之后 您看到一个蓝色的指示灯,它一时处于闪烁的状态 那它就代表这个我们的这个条马扫描器 已经处于一个配对模式 好,我们进入到这个我们的蓝牙条马这个输入法的这个软件 我们按照这个五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做下去就可以了 第一步呢,我们需要先勾选一下我们这个Generescan的蓝牙输入法这个软件 我这边已经勾选好了 勾选好之后,我们点退返回键 第二步呢,我们需要开启配对 我们需要在这边配对一下我们的这个蓝牙条马扫描器 我们在下面可以扫描一个设备 你看我已经扫描到一个Generescan SPV Scanner这样的一个设备 我们扫描到这设备,我们轻轻点击一下 那这时候它会弹出一个窗口 需要你输入一下P码 我们这个扫描器的P码是1234 你只需要输入1234 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好,我们选择一下这个设备 我们点击这个蓝牙设备列表 你会发现刚才我们配对的这个蓝牙条马扫描器已经配对好了 我们选择一下,然后再点击退出 选择好设备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第四步需要启用一下我们的蓝牙条马扫描器这个输入法 我们选择启用 启用之后最后一步是测试 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条马扫描器正常连接的话 那在这里边它会自动的去连接这个条马扫描器 连接好了之后,您会发现条马扫描器的这个蓝色纸灯会熄灭 那这时候我们点击这个测试的框 我们可以随便扫一个条马 那这时候您可以看到这个条马已经扫描到测试框里面去 好,然后我们随便开一个记事本的软件 我们新建一个记事本 那我们在进行条马扫描的时候,一定要针对这个SPP协议的这个条马扫描器呢 就必须要切换到我们这个蓝牙输入法 它就可以在您有光标的地方就可以进行条马扫描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这样的话,扫描条马会很方便 可以直接扫描到我们各种记事本和您的这个自己的定义的应用当中去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蓝牙输入法的界面 在左下角有一个切换按钮 我们可以切换中文输入 可以切换英文输入 也可以切换字符输入 我们再切换到最后一个界面里面 我们这边这个键盘一共有几个按钮 其中有一个连开连接和断开连接 如果您的扫描器断开的话 您可以点轻轻的点击 我们先断开一下 断开的时候您会发现蓝色的指示正在闪烁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连接连接 连接蓝牙 这时候连接成功之后 我们那个蓝色指示正就会自动的去熄灭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各种的填瓦数据扫描了 好 我们的蓝牙输入法的使用的介绍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的蓝牙输入法的使用 这时候连接到这里 我们就会变成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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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